各位路人嘉一秉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來談平面上兩點直線距離公式 好,首先我們來看簡單的多項式 A-B的平方經過展開以後,與B-A的平方相同 所以在這一條式子裡面,A和B互換位置 正負號顛倒是沒有影響結果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數線上的兩點距離 數線上的兩點距離,A點和B點分別代表的只是小A和小B 那他們距離的計算方式就是大的,減小的 也就是A-B 那這個相減呢,我們可以檢查AB都是正數 或是一正一負,或兩個負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成立 也就是說相減可以用來計算這個兩點的距離 那有一個前提就是正負號必須要確定沒有問題 那有時候我們會小的不小心減到大的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再把它平方開根號 還原成正數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考慮平面上的兩個點 P和Q 那P、Q兩點在這裡 那他們之間的直線距離其實就已經確定下來 各位可以直接拿尺去量 這是其一 那另外其二的方法是設定坐標軸 那坐標軸XY你可以自由地假設 圓點的位置也可以自由地旋轉 那我故意畫的很奇怪一個方向 就是這是可以隨便畫的 各位可以自行畫其他的坐標軸去練習 當你把坐標系給畫上去以後 P點和Q點就會產生自己的坐標值 那我們現在來觀察P、Q連成一線之後 再用平行X軸方向 和平行Y軸方向去畫出他的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有兩種 一種是往這邊 另外一種是往下面 其實都可以 它的一邊是X軸PQX的差距 也就是束線上兩點的距離 那另外一個長度呢 則是兩個點的Y值的差距 然後我們再利用B式定理 也就是PQ平方等於Δx平方加Δy平方 這條共識 就可以得到PQ這條直線的距離 那這個Δx就是類似束線上的算法 Px-Qx 或者Qx-Px 因為都要取平方 所以都可以 DELTA Y也是一樣 不論是拿Py-Qy平方 或是拿Qy-Py平方 也都是可行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 掰掰 拜拜